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悠悠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讲一个故事叫做 不会写字的狮子 文是马丁巴兹赛特 图是马克布塔坊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出版 小朋友 你会写字吗 你知道字的英文怎么说吗 字的英文就是word word 今天我们的主角狮子 他不会写字耶 但是呢 他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啊 他知道如何露出尖尖的牙齿 大声的咆哮 对一只狮子来说呢 这样就足够了 不需要会写字 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狮子觉得 他必须要会写字 那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 这只狮子不会写字 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他知道如何露出尖尖的牙齿 大声咆哮 对一只狮子来说 这样就足够了 有一天 狮子看见一只非常美丽的母狮子 坐在树上看书 狮子悄悄地靠近 想要亲亲他 突然 狮子想起一件事 停下了脚步 他会看书 那就是说 他是一位高贵的小姐 嗯 要追求一位高贵的小姐 我应该先写信给他 才可以亲吻他 这个礼貌 狮子是从一位 被他吃掉的传教士那边学来的 可是 狮子不会写字 狮子跑去找猴子 命令他 哎 猴子猴子 帮我写一封信给母狮子好吗 哦 哦 哦 好吧 嗯 好了 哦 嗯 太好了 隔天 狮子到邮局寄信 不过他很想知道猴子写了什么 于是又跑回去 要猴子把信念一遍 猴子开始念咯 哦 亲爱的小姐 哦 你愿意跟我一起爬树吗 我摘了香蕉 真的很好吃哦 赶快来吃吧 爱你的狮子 不对不对 才不是这样呢 狮子大叫 我才不会这样写 然后把信撕成碎片 嗯 狮子走到河边 要河马帮他重新写一封信 隔天 狮子到邮局寄信 不过他很想知道河马写了什么 于是又跑回去 要河马把信念一遍 河马拿起信念着 亲爱的小姐 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河里泡澡吃水草吗 真的很好吃哦 赶快来吃吧 赶快来吃吧 哼 爱你的狮子 哦 不对 不对啦 才不是这样呢 狮子大叫 我才不会这样写 哎呦 晚上 换了份金龟帮狮子写信 这只好心的昆虫 绞尽了脑汁 甚至还在信封上 信纸上 喷了香水 嗯 好香啊 隔天 狮子到邮局寄信 途中遇到长颈鹿 哎呦 这是什么味道那么难闻呢 长颈鹿问 嗯 一封信啊 狮子说 粉金龟在上面喷了香水 哦 我可以看看信里面写了什么吗 长颈鹿说 咳咳 我念给你听哈 哦 好 亲爱的小姐 你愿意和我一起在地上打滚吗 我为你保留了一颗新鲜的牛粪 真的很好吃哦 赶快来吃吧 按你的狮子 哎呦 不对不对 才不是这样啊 哎 我才不会这样写 哎呦 狮子气疯了 把信四层碎片 然后呢 要长颈鹿帮他再写一封 隔天 狮子去找长颈鹿 想听听信里写了什么 但是真不巧 鳄鱼刚好把长颈鹿 和长颈鹿那封信 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鳄鱼只好乖乖帮狮子写信 亲爱的小姐 我还剩下一块长颈鹿的肉当晚餐 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 赶快来吃吧 爱你的狮子 哎呦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狮子哼了一声 我才不会这样子写呢 哼 生气的狮子把信撕碎 又去找兔鹰帮他再写一封 兔鹰写道 亲爱的小姐 我是狮子 伟大的领导者 我想要认识你 狮子满意地点点头 嗯 这才像一只狮子会写的信嘛 兔鹰接着写 你愿意和我一起飞跃丛林吗 我知道哪里有动物的尸体 真的很好吃哦 快来一起吃吧 爱你的狮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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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你们 狮子大叫 不对 不对 还是不对 我才不会这样写 我想写信告诉他 他很漂亮 我想写信告诉他 我多么想见到他 我只是想待在他身边 安安静静地躺在大树下 一起看天上的星星 有那么难吗 狮子大吼大叫 又大哭 把所有他想写给母狮子的话 全部大声喊出来了 但是狮子不会写字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 不停地吼叫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狮子回过头问 嗯 是谁在说话 是我 在看书的母狮子抬起头 狮子露出大大的牙齿 小小声地回答 呃 我不会写信 因为 我不会写字 母狮子露出微笑 点点头 然后带着狮子开始学韧字 就像这样哦 嗯 对 非常好啊 其实你可以的狮子 谢谢你耶 那我们就继续练习吧 嗯 好哦 小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 学会写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当你会写字的时候 你可以写一封信 谢谢妈妈 谢谢爸爸 或是 你想要写故事 或是 你想要写信给朋友 你会发现 除了说话 读和写 都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方式哦 当你学会认字以后 不但能让生活更有趣 也会学习到很多新鲜的事物哦 小朋友 你记得 字的英文怎么说吗 对 字的英文就叫 word word 小朋友 你都学会了吗 哈喽 哈喽的朋友 小朋友 我是悠悠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我 欢迎加入我的粉丝专页 Facebook上面 请搜寻 悠悠生活小剧场 若是在Instagram 欢迎搜寻 小老鼠 yoyostory underscore dreambig 如果你喜欢听我说故事 也欢迎你更多的了解我 和我的家人哦 yoyo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